另一個值得我們探討的就是 Kanye West 這個人 上一次我們討論到他 是因為他上了 Tucker Carlson 的節目 穿著 White Lives Matter 的衣服 在巴黎時裝週反墮胎 我們說他真的是 心意更新而變化 然後底下也是一堆人罵說 你看他的前妻啊 他以前歌詞怎樣怎樣啊 反正就是不爽 過了兩個禮拜 現在他再度上了媒體版面 因為他被主派全面討罰 因為他被主派全面討罰 JP Morgan 銀行帳號被 Chase 原本預定好的演出被取消 然後各個大公司也開始跟他取消合約 目前取消的已經有 Adidas 愛迪達 Balenciaga 巴黎世家 Foot Locker TJ Max Gab Instagram Twitter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有名 他很成功 左派想要傳達的訊息一直以來都是 你看看這些人 我們想動他隨時都可以合力起來 把他幹掉 川普是這樣子 Mike Lindell 也是這樣子 Parler 這個平台也是這個樣子 如果有人敢出來說什麼 跟我們政治方向不同的東西的話 我們就可以毀了你一生 這是一個殺雞儆猴的概念 如果你去看這些文章的話 這些文章都會說是因為 Kanye West 說反猶 歧視猶太人的言論 那他到底說了什麼呢 他說今天晚上有點累了 但是起來的時候我會對猶太人進行 Deathcon 3 好笑的是我不可能反猶 因為黑人才是真正的猶太人 他在裡面使用Deathcon 3 來代表Deathcon 3 就是第三緊急狀態 就是開始關押人的意思 Yeah I wouldn't say that That's very stupid 真的還滿蠢的 非常不是基督徒該有的言論 那之後他上節目解釋說 他不是在反猶太人 他是在講說這些掌權的猶太人 例如像說George Sorrell 還有什麼羅斯財爾家族 那些控制全球權力的那些人 他是個基督徒 他愛所有的猶太人跟猶太文化 他想要擁抱每個猶太人 但是他很嫉妒他們 為什麼可以不殺小孩 為什麼可以給小孩這麼好的教育 為什麼可以虔誠的相信他們的神 那些好的猶太人遵守神的律法 我們來看一下他當時的訪問 其實我也是很嫉妒 為什麼那些猶太教的猶太人 遵守猶太教的猶太人 信仰猶太教的猶太人 這麼有毅力的去遵循他們的律法 然後為什麼絕大多數的基督徒做不到 我甚至嫉妒那些傳福音的那些異端的決心 你看那個耶和華健正人在太陽底下 在大街上發書一家一家的去敲門 我們我們就要騎著腳踏車前球跑 然後那什麼法輪功的那些 拿著現金蓋上印章上面寫法輪大法好 然後再結上罰錢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為什麼突然民主黨跟左派 會有一堆的人突然開始在乎猶太人 突然開始在乎以色列 因為這非常奇怪 反對猶太人的一直都是 左派跟大政府在反的事情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都是支持 殺光猶太人 巴勒斯坦建國驅逐以色列的 其中最值得看到的就是 阿滴達斯這間公司 阿滴達斯馬上發出聲明 阿滴達斯發出聲明說 立即馬上 終結他們公司跟 Cony & West所有合作 包括他們賣最好的鞋子 Easy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之前是做服裝的 我對服裝公司的歷史 是稍微有一點研究的 阿滴達斯是幫德國納粹做鞋子的 所有希特勒青年的鞋子 全部都是這間公司做的 他們做的鞋子German Army Trainer GAT 到現在都還是賣得很好的運動鞋 這個鞋子是 阿滴達斯跟Puma這兩兄弟 還是合夥人的時候 一起設計出來的鞋子 賣的對象就是納粹 就是納粹的那個 Hitler 希特的青年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在德國成功呢 就是因為他們三兄弟 全部都是納粹黨的黨員 三兄弟 Adolph Dassler Rudy Dassler 還有大哥 Fritz Dassler 在希特勒當上總理的童年 1933年5月一起加入了納粹黨 之後 Adolph Dassler創造了Adidas Rudy創造了Puma 所以這些人當時沒事 二戰結束之後也沒事 到現在也都沒事 現在還有多少的人鞋櫃裡 或是你的腳上還穿著納粹的鞋子 然後他們現在指控 Kanye West 反猶太人 這個世界的壞人 很多都沒有受懲罰 Adidas Puma 賓士 大眾汽車 Volkswagen Hugo Boss 這些以前都是在幫納粹做事情的人 然後你說這是過去式的 那現在Jeffrey Epstein跟Gaslin Maxwell 他們賣小孩去給那些政客 柯林頓 希拉蕊 那些名人 他們的銀行帳號沒有被封 Hunter Biden 現在可能會被起訴吧 但是還不確定 他濫用 他又貪污 濫用他爸美國副總統的名義 在中國 烏克蘭 又買春 未成年少女 吸毒 都沒事 事實上就是 你什麼時候看過民主黨這些人 左派被起訴 被定罪 銀行被查封 被取消文化取消 然後 還有一個值得看到的就是 Kanye West 他有這麼多的朋友 明星 政治人物 新聞 有哪一個人是起來跟他站在一起的 出來指責這些大公司的 表示 有一個很大的勢力在威脅這些人說 你們不要說話 不然下一個可能就是你的可能性非常大 他見到我 他當然有相當地人說 你有很多人裏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